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新北市在新增两起本土登革热病例,分别为土城区20多岁男性及英格区50多岁男性,分别在10月4日与10月1日起出现症状,目前无大碍。 经调查,两人近期无出国旅游史与感染潜伏期间阶层之英格区东湖礼活动与前四例有共同点,卫生局已针对两人活动的实施紧急防治作为密切接触者无疑似症状。 新北市卫生局局长林奇红说明,从9月27日至10月12幕共接获六例本土登革热确诊各案,分别在9月20日至10月4日间发病,都是感染第一型别病毒经调查,接于感染潜伏期间,在英格区东湖礼活动,显示此群聚事件具高度的原相关性。 卫生局及病管治科科长许玉芬表示,虽然新北市已累计六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但疫情局现在英格区东湖礼不散扩大,研判社区有潜在的境外移入个案没被发现。 许玉芬说,是否动员近500人次,针对病例活动的进行疫情调查,清除环境资深源,进行预防性投药及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并掌握710名接触者实施健康监测。 目前成立英格区及土城区应变中心,加强社区环境资深源清除防堵疫情扩散。